近來有新聞看到Facebook和Google有機會撤出香港 後來又澄清沒有這件事 在影片中我很快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跟香港最相似的地方就是澳門 你會看到澳門有微辣 澳門人會同一時間用Facebook、Google和WeChat 是不是有一天香港和澳門最終都會用不到Facebook和Google呢? 我不是預言假我沒有辦法預知到未來 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天真的會撤出的話 合理的推斷 Facebook和Google是會安排一個過渡期的 正如Google的瀏覽器Google Chrome 宣布在2023年會阻擋了所有第三方的Cookies 它是會預先通知而不是會即時一刀切 其實用不到Facebook和Google的影響會有多大呢? 我懷疑看這段影片的朋友除了看我這個YouTube頻道的一些正在做生意的朋友之外 我懷疑也有一些未必是做生意的朋友在看這段影片的 我很快分享一下 其實我認識很多中小企的老闆 他們每年的Facebook廣告費是超過100萬的 包括我自己也下了過100萬的廣告費 如果你沒有做過生意的話 就這樣聽下去是好像很多的 我舉個比喻就是 你現在要做生意的話要開店的 假設你現在在旺角租的店舖 店舖的位置是3萬元的 那你一年的租金已經是30-40萬了 那為什麼你要在旺角租的店舖呢? 因為旺角有很旺的人流 但在網上創業 你可以很便宜地建造一個網店出來的 但是你建造一個網店出來的 那個網店是沒有人流的 所以你是要出廣告找人進去你的網店裡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你只不過是將你平時店舖的租金 變成在網上找人流進去你的網店裡 比喻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了解廣告費的第一個概念就是 你付的廣告費是相對於你租一個實體店的租金 第二個概念 在網上投放廣告的時候 那些數據是即時的 而且你是比較容易計算到廣告有沒有回報 所以假設你現在投放了1萬元廣告費 你有3萬元的回報 那你會做什麼呢? 你就會嘗試投放2萬元的廣告費 然後你就會發現 投放2萬元又有4萬元的廣告回報 那你會做什麼呢? 你又會嘗試投放3萬元的廣告費 所以一般創業超過一年的網店 他們很多每年都是投放超過幾十萬、一百萬的廣告費 是很正常的 是因為廣告持續為他帶來回報 所以我們傳統Marketing的教科書 我們理解廣告費是一種支出 但當你明白了遊戲如何玩 當你計算到回報的時候 其實廣告費是一個投資 我最近去問一些客人 以及一些曾經來上課的中小企老闆 他們當中有一些是下廣告很厲害的 已經下廣告超過了兩三年 差不多有超過六七成的生意 是來自於Online的廣告 如果有一天他沒有了Google的廣告的話 他會沒有了六七成的生意 而香港這個市場是挺有趣的 以創業的比例來說是挺高的 有三十四萬家的中小企業 我想是因為香港的樓價很高 基本上你正正常常打工都買不到樓 所以某程度都是逼人創業的 在香港企業裡面 有九十八%都是屬於中小型企業 即是五十人以下的企業 所以如果Facebook和Google突然之間撤出香港的話 我認為對香港的經濟會造成一個頗大的打擊 所以我認為就算真的撤出的 都應該會有一個過渡期 如果你的公司在這一刻是很依賴Facebook和Google廣告 那應該有什麼要預備好呢? 第一要思考就是 在未來五至十年 你們打算繼續專注在本地市場 還是發展香港以外的市場 例如東南亞呢? 如果你打算繼續做本地市場 當然是要了解一下內地市場的方式 例如抖音、Vchat、百度、小紅書等等 如果打算發展海外市場 那你現在就應該要開始 去嘗試出廣告去目標的市場 例如以香港以外華人市場來說 第一個可以考慮的就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很多的華人都會聽廣東話 另外就是新加坡或者台灣等等 但以三個市場來說 消費力比較高的就是新加坡 但要留意新加坡這個市場 你出廣告的時候是以英文為主的 如果你的目標是去馬來西亞或者台灣的話 你仍然可以用中文字 無論你是打算發展東南亞或者發展內地市場 政府也有一個叫做BUD的資助資助你的 我不是幫人搞資助的公司 除了發展海外市場以外 第二個要想的東西就是 你要開始建立自己的資料 其實我之前的影片在不同的講座 不停重複強調的就是 Facebook 的粉絲再多 但有天不在的話 粉絲是帶不走的 你唯一可以帶走的東西就是 你客戶的聯絡資料 即是客戶的名稱 客戶的電話 哪怕你放在Excel 裡面 Excel 都是你自己擁有的 但Fan Page 上面一百萬個粉絲 沒有了就沒有了 現在你即時拿紙和拿紙筆抄下我這句話 萬搬帶不走 唯有Database 隨身 你有客戶的E-mail 電話 你起碼都可以用E-mail Marketing 或者 SMS 其他方式 可以繼續跟你的客戶溝通 人生最大的風險就是 不願意去改變 不願意去冒險 在這個變化得這麼快的世界裡面 一個保證失敗的策略 就是不改變 不冒險 我是阿石 下個星期再見 好 好 好 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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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